由韩寒导演的第二部电影《乘风破浪》 将于大年初一和观众见面 此番韩寒请来了邓超单纲主演 邓超不仅发挥了自己的喜剧特长 还亲自上阵玩起了赛车 不过说到搭档彭于燕 邓超却吐槽起来没商量 本期《蓝语会客室》 听邓超分享《乘风破浪》戏里戏外的有趣故事 与韩寒结缘已久 大年初一再携手 好哥们儿 好哥们儿 然后我觉得共识是一样的 就是寒色出手一定不凡 动作喜剧一个不落 亲自上阵爱上赛车 中国电影很少在这种竞技方面 有如此彻底的拍摄 回家是贴心老爸 片场是温暖超哥 也就是希望大家更像一家人吧 《蓝语会客室》 看喜剧担当邓超 深情款款《乘风破浪》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邓超 这次在《乘风破浪》里 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演了一个未来的赛车手 未来的赛车手 对对对 我在电影里 视野的叫徐太浪 这个名字也比较符合我的个性 对 太浪了 太浪 做人不要太浪 这次是怎么和韩导演合作起来的 因为他可能对我垂帘已久 我们恋爱很久了 从《分手大师》之前 对 他也来跨刀帮了我很大的忙 但那可能是埋下了爱的种子 他的诱饵放得很长 因为那次他也分文未取 我觉得这个兄弟真的 哇 觉得我的第一部作品 然后他也自己把这个 那么昂贵的拉力赛车 从上海运到了北京 北京的棚里面 我都吓傻了 因为我开始让剧组找 安排 他说不用不用你不用管唱 我都自己 我听过有自己带衣服 带服装 带道具 但我没有想到还要带拉力赛车的 这就是他对我的帮助 朋友们 我是韩寒 小庄 嫁给我 然后他又需要一个颜值报表的人 来演他的戏 因为他的戏都是这样的 他说他喜欢找一些 就是全中国最棒的美男子 全中国最棒的美男子 旧儿 然后又得拥有非常强大的演技 又得演喜剧 对 然后就想一想就没别人了 就是跳上你了 对 然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好哥们 好哥们 然后我觉得共识是一样的 就是韩瑟出手一定不凡 这小子叫阿正 徐正泰 我最好的兄弟 你们好到什么程度 爸 这次在电影里面和彭云燕 还有赵丽颖 都是第一次搭档吗 有什么样的感觉 很好 我很喜欢彭三 他就像我的弟弟一样 我觉得就是一个阳光男孩 然后很细心 对 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我的车上 有一个尖角和一碗热腾腾的 那个酸辣汤 然后我说谁给我拿来的 彭色给你拿来的 说让妈妈给我做 对 然后就说知道 就是说就聊天的时候 说哎 我说酸辣汤和这个生煎的这个结合 才是最完美的食物 他就帮我实现了 看来他好浪漫啊 乱 他挺浪漫 对 浪漫 没有男朋友 没有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 帮他争个婚 对 他现在就是 然后每天吃很多蒜 对 所以一定要赶紧争婚 对 蒜男 蒜男 那你跟他对台词不会很痛苦吗 非常非常痛苦 他就每天这样折磨我 然后说的最多的是 给我个口香糖 我说的最多就是离我远一点 你有没有损 他现在说你不要吃那么多 我损啊 我没办法 他就是爱吃蒜 蒜哥 蒜哥 我把他就挖出来了 对 你有没有爱上我 这次就是两位 你们两个都是挺喜欢健身的 有没有拼一下 就是谁更厉害 我就别跟他拼了吧 对 当然是我厉害 因为他那种是走行的样子 对 对太大 对吧 维度很大 很宽 有的时候搭的肩膀就是 包括你们看那个预告片里面 我们在一个铁道边上 然后韩瑟就说 回头啊回头啊 我说我回不了啊 因为我搭的肩膀太厚了 我搭的肩膀我怎么回头 我根本回不了头 因为那么厚 比方雄一样你知道吗 这次你演的其实是一个赛车手 你有这个赛车的经验吗 当然里面所有的赛车都是我自己做的 都是你自己做的 对对对 是你现练的还是之前就是喜欢玩这个 半年多了 这个完了之后我要去准备考 职业的赛车手的执照 所以你还是挺有这方面潜能的是吧 也没有他们训练的好 是韩瑟也经常当我的司机 当然还有很好的我们的赛车手 包括007和速度与激情的 专门帮他们开车的 对所以这次的车会开得非常 因为好像中国电影很少 在这种竞技方面有如此彻底的拍摄 男人至死是少年 被人彻底不敢 真英雄 所以其实韩涵是专业的赛车手 他在这方面的把控应该是最专业的 是的也骗不了他们 对骗不了 因为那个东西不能说让那行看笑话 所以就是你怎么握方向盘 都是一看就知道 这次在剧组里面整个是一个特别和谐的状态 而且我看这个视频 还有你给他们考穿 是什么情况 其实在每个剧组都有 去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他们幕后是更辛苦的 就是很多时候他们是就像光亮照不到的地方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更像一家人吧 这次几位也是培养出了兄弟 所以我们期待你觉得在春节当的时候 乘风破浪会带来一股什么样的气息给大家 它里面囊括的东西太多 它确实是一个好像在这次采访里 我得是好像周遮掩掩说不能剧透 但其实我特别想剧透 当大家亲人们 对吧 一家团聚 然后兄弟姐妹 包括同学们一块去看这个时候 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分 就是超哥餐饮品质有保证 有保证 有保证 我相信 这几年商量 我 明年 大年初一乘风破浪 带你一起乘风破浪 浪浪浪浪浪浪 离个浪离个浪离个浪 来来来一起来 来 你说人生远离我没有你 你说人生犹豫我不严厉 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承受出无情的尘埃农具